东方大看点 剧情脉络 Ladies and 乡亲们 大家晚上好 小编 我又准时来讨论大家了 老九们已经播六集了 大家有没有激动不已 彻夜难眠 今天小编就为各位小主们梳理一下 前六集的剧情 同时扒一扒剧中已经出现的各位人物 那些笔记看上去很旧很久了 里面是一个个离奇又灰色的篇章 老九门开篇一张很有年代感的发黄老照片 是伴随着无邪的讲述 一段尘封已久的九门往事就此展开了 那在很久很久以前 午夜的长沙曾来过一辆秀气斑斑的 一本幽灵列车 当然这个片段前几天我们已经反复看过了 也就不过多的叙述了 但是作为长沙不防军官的张启山 是有责任和义务来查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的 所以在随后开关的时候 又意外地收获了一枚南北朝时期的戒指 此戒指就是重点的线索 应该是南北朝的物件吧 这长沙九门当中最了解南北朝古墓的 应该就是二爷他们家 不过二爷看到这个戒指之后 是直接拒绝了张大霍言 这是关系到南北朝时期的董 是你和你的家族最为熟悉的董 我奉劝佛爷一句 此事凶险 切勿贸然行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家中的娇妻丫头 已经是身患重病了 人家早就已经发誓不碰地下的东西了 现在上不孝子二月红静起 如今内子病重 有感是否因家中祖业 因得有亏导致此暴 故决定不再沾染祖业 内子无辜 若有业障 无愿一力承担 万万仙人保佑 张启山带着骑铁嘴和张副官 在前往矿山附近追查列车移民的时候 也是发现了山中藏着一处神秘的废墟 和一个神出鬼没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大爷 所以在大爷的带领下 三人是进入了矿山的神秘入口 大爷不能去啊 我跟你说 真的不能去啊 这边不能去啊 哎呀佛爷不能进去啊佛爷 这里面进不得是大雄大雄啊 我就是喜欢大雄 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的二爷啊 相比叫张大佛爷去矿洞内探险啊 那是舒服多了 每天呢就是唱唱戏啊 弹弹琴啊 吃吃面 在秘密基地里面研究研究戒指 3 9 4 5 5 要说他烦恼的 那就是他的徒弟陈匹阿四了 灭诏 只要师父去见日本人 就算是砸死我 我也认了 日本人侵犯中国 无恶不作 你觉得他们会那么好心 拿药来救你师娘 我不管 只要他们能救师娘就行 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救你师娘 他们的目标在我 他们竟然来林园找我 我已并推脱了 没想到回到府上 你却成了说客 我知道 他们去见你不成 所以来找我 师父 你就相信日本人一次吧 万一他们真的有药呢 我们再回看陈伟廷这边 在矿洞当中呢 他们三个人是隐约听到了唱戏的声音 而且呢 也顺着这个声音来到了土坑的墓室里 这声音好像是从这道墙后面传出来的 别乱碰 发现这个牧师的墙上啊 布满了黑色的头发 还有这个比蝴蝶还美的蛾子 不过这个成千上万的蛾子啊 竟然围攻了三个人 大意凛然的张大伯爷 让张副官带着奇铁嘴先走 自己跟这个蛾子啊 是大战了三百回合 最终是爬了出来 晕死了过去 好 好 好 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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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佛爷 佛爷 佛爷 想必看到这里呢 大家都跟小兵我一样很迷茫啊 蛾子扑向你又没有怎么样 至于爬出来还要晕倒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佛爷呢 是在墙壁上发现了二月红家的这个足灰的玉佩 触碰到了墙壁上的黑色头发 这个头发才是张大佛爷中毒的关键 所以接下来呢 就有这个二爷为张大佛爷疗伤 并且烧头发的这个感人的画面 忍着点 佛爷别动 我们的二月红二爷呢 看到张大佛爷的伤势之后啊 就不禁想起了自己祖辈做的一些事情 自从上次佛爷拿回那枚南北朝戒指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们已经发现了那座古墓 而我的祖先也在那座古墓里面 发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您的祖辈 按照辈分来说 应该是我的旧老爷 那是不是都有那些奇怪的东西啊 旧老爷身上 血管 会像头发一样的撕装问题 甚至 牵入他的头部 虽然自己不想参与其中 但是还是写了一封资料 匿名的 命陈皮阿四送到了张大佛爷的府上 谁能想到我们的陈皮阿四啊 竟然拷贝了一份 献给日本商会的这个蓝眼睛的求得考啊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要换药啊 换药救自己的师娘啊 陈先生 我保证 只要你与我合作 我尽尽全力 直到治好你师娘的病 究竟这个神药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在今天的剧情当中呢 就会看到了 一口气说完六集的剧情啊 真是感觉蛮酸爽的 老九门从开播以后呢 受到了千千万万粉丝的关注啊 有的人觉得是品相精良 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三叔的小说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啊 是情节非常拖沓 社群演就有话说 都六集了 女主赵丽颖怎么还没有出现 九门也只出现了五门 好饭不怕玩好不好 好剧不怕拖啊 接下来咱们就先聊一聊 这已经出现的五门 上三门佛爷张启山 目前播出的六集当中呢 张大佛爷已经有了很多的打戏了 而且是常常打戏都堪称经典 不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啊 那就是又帅到炸裂了 一言不合就炫大长腿 简直是完美诠释了 唯美的民国MV风啊 还有上三门的另一位二月红二爷 老九门当中排行第二 他是长沙出名的美男子 小说当中呢 二爷是长沙著名的花骨戏戏般的班主 但是到了电视剧当中 二爷却唱了一口好金句 小编我也是不是很理解状况哈 再说说这个中三门哈 陈皮阿四 虽说外表看起来呢 是呆萌无比 但是呢 母上大人从小就告诉我们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在三叔笔下呢 他绝对是一个心狠手辣 简直就是流氓中的航空母舰一类的人物哈 我师父师娘也是你们这群废物配提的 今天钱留下 我只能拿走一半 但是人家在师母面前呢 马上就柔情似水 纯真可爱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还最愉快 师娘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这个病除了你师父之外 就你最费心了 辛苦你了 陈皮 师娘 瞧你说的 找个大夫能有什么费心的 你做的一切 我和你师父都会记在心里 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 师娘 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其实 你师父很早就知道你很有本事 可以自立能护 是我一直觉得 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 所以才没有让你离开 你不会怪师娘吧 我一辈子都不想离开师娘和师父 我一定不会让别人伤害你们的 但是这种杀气跟柔情之间的转换 粉丝们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 凶猛 凶猛 朋友 Kanye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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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格分裂 小编我都觉得怕怕的 真是爱情让人蒙蔽了双眼 我们赶紧把它跳过 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说 我们的下三门 比如说我们的八爷齐铁嘴 那齐铁嘴也是下三门当中 响当当的奇人了 应浩铭饰演的这个齐铁嘴 一生都是神声叨叨的 不过虽然他是算命先生 但是他从来都不信鬼神 他的算命这个绝技 小编我是一点没见出来 他的拍马屁的功力 倒是略见一二了 就是这个铃 佛爷 您机智 您居然能从铁路图上 找出火车的来历 厉害 佛爷 你聪明 佛爷 睿智 佛爷 高明 咱东北张家果然不同凡响 好家伙 好一个铁齿铜牙马屁银 英浩铭诠释的这个角色 真是够极致的 那同为下三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九爷谢连环在昨天的剧情当中 也终于去闪亮登场了 人家可是老九门当中 唯一一个有文化 还留过洋的人物 擅长下棋 而且还会晓得这个布局 绝对是人才 好家伙 孔先生佩服佩服 孔先生齐盛之名果然名不虚传 在下甘拜下风 在下告辞了 九爷 你二人最后的这盘棋 每次眼看九爷就要输了 却都又搬了回来 如此胶着 虽然最后还是输了 但仍是精彩 你听说过臣子棋吗 这 古人和皇帝下棋必须输 但是又要显得输得非常艰难 让皇帝以为是靠自己的实力赢的 今天和孔先生这一战 用得便是沉